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 我们可以不看到你身边的同事一个一个爆肝 一个一个过劳吗 能吗 不能 我们能看着上了年纪的劳风 到处为了资遣费 到处成情 甚至有人为了资遣费 16年后还要被国家追债吗 不行 我们能够忍受为了经济发展 所有人都生活在核辐射的威胁之下吗 不可以 我们能够忍受看到别人的房子被拆 农田被毁 我们可以不开身吗 不能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社会团体 社育团体 全部集合在今年秋斗的原因 欢迎大家来参加2013年人民向左 国家还我的大游行 秋斗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社育活动 二十几年来秋斗从原来以劳工团体为主的运动发展成 今天是台湾所有社会进步团体都会参加的社会活动 秋斗已经是一个所有台湾不满现状的人民跟社运团体 大家彼此看见互相对话的一个平台 我们在这里向统治当局表达我们的不满 我们要另外一个更好的社会给我们 人民向左 国家还我 国家还我 人民向左 人民向左 国家还我 国家还我 我想讲一下这个国家还我 我问大家 大家现在知不知道 支持和市庭建的民意有多少 有六成有七成 可是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已经六成七成的民意 还是没有办法把和市给停下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家的决定权 有没有在人民的手上 没有 这个国家的决定权 政策的决定权 走向的决定权 还是没有在人民手上 所以我们这个要要求国家要防我 在今年这一年里面 我们还是看到 政府面对人民在经济上面的困顿 现在还是想要用什么做法 发展什么 自由经济岛 还是要经济成长 这个发展经济成长的思维 还是把环境议题当做是什么 当做是半角石 对不对 反对发展主义 反对发展主义 和市立即平坚 我们知道资本的流动 它就会带动了人民的流动 而这人民的流动 最后呢 还是我们得力的资本家 我们受苦的是底层的劳动者 今天我们在台湾 已经有移民移工加起来 有将近一百万的人口 我们在台湾 一样跟大家吃黑心油 我们一样在雪航工厂里面工作 我们被这些黑心的财团 都是当最底层的劳工在使用 但是呢 今天这些财团 它懂得要分化我们 它总是要把我们分为 本国的劳工 跟外籍的劳工 那让我们 就是在底层里面 互相挤压 而他们却能够在这边 住这么好的地堡 这个是让我们非常生气的一点 从今年土地环境劳工议题开始 我们充分经验到 这个政府没有打算要把政治权力 开放给一般人民 对不对 同样的在性别议题上面 也一样看到 这个政府在性治理的政策上面上 充分的使用了性道德垄断 往往当时的性道德总统 背后都是是阶级与性的矛盾 从今年土地环境劳工议题开始 我们充分经验到 这个政府没有打算要把政治权力 开放给一般人民 对不对 同样的在性别议题上面 也一样看到 这个政府在性治理的政策上面上 充分的使用了性道德垄断 往往当时的性道德垄断 背后都是是阶级与性的矛盾 比方说 我们在现在在买不起房子 生不起孩子的社会环境之下 为什么 连胜文小孩子 这样买得起低薄的房子 跟养小孩的这样子呼气 叫做这是幸福美满的合格的家庭 而却是同性恋跨性恋 上偶当身跨婚外情 这样子的却被列委是不合格的家庭 韩国1520公里的海岸 藻礁的地形不到50公里 那么我们桃园就占了27公里 它应该是我们桃园国门的骄傲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国门的骄傲现在成为国门之耻 因为我们的财团没有良心 不按照正规的法令来排放废水 他们那些有毒的废水把我们的藻礁堵死了 这样的毒死在六年前 我们曾经就有博士去努力过 要求要化为自然保留区 我们的政府也积极的做做样子 就说好来审查吧 审查到今年是第六年的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保留区化射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努力 但是这个努力他们也回应了我们 他们说有 我们有认真去稽查 但是呢 为什么稽查了这么多年 我们的藻礁还是活不过来呢 原来我们看到的是厂商扑牌废水 政府默示甚至默认让他们牌 所以这个政府和财团是挂钩在一起的 他们如果不向左转 我们人民要向左转 各位 我们一起人民向左 人民向左 国家黄黄 半秋冬的活动 是台湾社会最哄赐的一面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这边 在刚才这边是三百万 但是我们今天站在这边的朋友 一公子探三万五 就是说我们探十年 八年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活动 在这边没这边 我们 我们 我们不是说他们有钱住在这里 但是 我们绝对反对 那些用不正当 用黑心手 累积他们的财物 而有办法住在这里的人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们第一位黑心二人就是顶星集团魏映中 他的封号是五尺头家 这个五尺头家长期六年半购买原价黑心有品 第二位远东集团徐旭东 他是一个压霸的财拔 今年年底要准备上路的果道技能收费 已经让主题的消费站的一位正信收费员烧炭自杀 第三位 我们的黑心公主联会心 我们看到他滥用金钥 赌害消费者 竟然还谎称不知情 第四位 无良建商赵鹏兄 他号称台湾只剩下房地产 他就是靠房地产来压迫剥削台湾的人民 第五位是我们胖达人家族内线炒股王 不但卖假面包 不但卖人工相近的面包 甚至还内线交易 让台湾人民惨赔 我们的黑心政府官员 是我们的棒的总统 我们看到疯狂拥抱贸易自由化 血汗劳动 恨杀劳本 报官场劳工人 而且知人采团圈地的土政条例 让人民嫁毁人亡 甚至危险核电 让全民置身核在风险 第六位是我们的江一华筷子手割盔 他推动的土政条例 航空城已经害死了非常多的人民 甚至否认贫穷劳动 避死台湾的劳工 他说缩短工时 甚至老队顶抵破6% 等于让台湾人民加薪16.5% 大家觉得这样合理吗 合理 第七位是我们的极右下手 管仲敏 强力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 强力阻挡基本工资的调长 已经成为亲爱老权的极右下手 第九位是我们的冷血公子 这里潘世伟 大家都知道 谁还在继续告冠场工人 就是潘世伟对不对 我们一起让他下游过 第十位是我们的屠孤孤立刘正宏 强拆大谱 毁家人亡 甚至华龙的背信 剥削劳工 表力县政府毫无作为 甚至还协助 剥义长陈明朝 炒作土地 但我们华龙的员工 没有任何的保障 协助华龙资方破产 我们要严重的公诉 这十大二人 现在 丑同民众 我们一起来喊我们的口号 终结杀人经济 左转幸福社会 终结杀人经济 终结杀人经济 左转幸福社会 终结杀人经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